我们今天眼中见的这个像 是徐徐多多 这些生灭像呢 混合在一起 让我们产生一个幻觉 好像它有 其实它不在 它是假的 我们身也是假的 我们这个入身 也是1600兆分之一秒 在那个地方波动 那我们的念头 也是这个频率在动荡 不动什么都没有 那就因为这个频率它存在 所以一切像 经上也讲 相似相续相 因为它前后它不是真的 不是完全相同 前后完全相同 叫相续 前后不相同 不相同就不是相续相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得 要明了 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头就得自在了 为什么会得自在呢 你不把他当真 你不执着他 不分别他 对他不起心 不动念 确定没有占有的念头 控制的念头 支配的念头 没有这个 就是在了 有这些念头在里头 就苦了 那个苦本来没有啊 自找的 自找苦吃 如果真有 别人不会见过你 真的没有 完全像作物梦一样 所以佛称众生为 库列明知 完全是一种错误的 想法看法 支配你一生 支配你在轮回里头 生生世世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佛菩萨慈悲 天天照顾 天天在唤醒 他就是唤不醒 那这什么原因呢 在轮回时间太久了 无量借了 无量借这些烦恼的讯息 你真的糊涂了 你把它当作真的 那佛菩萨跟你讲的 你不相信 你怀疑他 原因就处在这里 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 本来没有烦恼 欺负 真的本来是佛 本来是充满了智慧 都能想好 那才是你本来的面目 不是现在这个面目 老值得这个面目是自己就没法子了 这佛也读不了你 所以佛 用的这个方法 你才知道 这方法叫妙诀了 就是 也门神如常识寻求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绝了 能用这个方法 真死心塌地用这个方法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没有成就 刘苏延告诉我 他听我讲经 就懂了这一句 我就听懂这一句 我就真干了 一部无量手机 一声听到底 一天听十个小时 他十个小时 实际上是听一个小时的 就是一个小时听十遍 这就常识寻求 听一遍不行 密切地听上十遍 他就有影响 一声不改变 所以他得念佛三昧 得念佛三昧的人 一定开悟 悟有小悟 有中悟 有大悟 有大齿大悟 他肯定不是小悟 也不是大齿大悟 我们一般讲的大悟 大悟就够他受用了 他就有能力去应付人家提的问题 什么疑难问题 他都能解答 这个不需要准备 无需要找参考资料 就能帮你解答问题 这是智慧 所以本经所说一切是理 就是华严经讲到了基础的理思无碍 四思无碍的一阵法界 华严密欧 至理体 华严经所说 用现在的话讲的 宇宙万有 用佛经上的说话 变法界受空间 万事万物的 心 下 离 四 因果 这句全都说完了 都在这一部经中 这一部经叫 圆满法轮 华严是圆满法轮 无量寿经 也是圆满法轮 那华严 密欧的 离体 正在 奔进 方东梅先生说 佛经 是世界 哲学的 最高峰 华严 是最高峰 里面的 最高峰 那本经呢 本经又是 华严的 最高峰 古云 华严 可以说是 究竟 华严 圆满 华严 这让我们对于这个经的理论 没有怀疑 下面讲 七七 在这一页 道书第四号 至于七七 这更是本经之独身 这真 这真 这话 绝对不是下话 发华严 发华 其上上 更新的志气 上中下 都不行 你 你读了个经 不能开悟 这个经 开悟不开悟 没关系 只要你 真正具备了 幸 愿 愿 持命 你就决定 能生 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你决定 请进 阿弥陀佛 你就成就了 到阿弥陀佛 面前 你就得到 保证书了 他来教你 你决定 成佛 成佛 早晚 在你自己的更新 但是 完不怕 为什么 寿命长 无量寿 到极乐世界 就保证你 决定成佛 成什么样佛 跟阿弥陀佛一样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不是成一般的佛 佛 佛当中又特殊了 佛当中又特殊了 又到排名第一去了 至于其极 更是本经之独身 他真敢讲这句话 他真敢讲这句话 那为什么 找不到第二步 仙能跟在比 那 金中之 那 仿佛三根 其手 翻身 就这两句话 就行了 一切心 不敢讲这两句话 《华严经》就不行了 《华严经》直辈上上跟人 直收圣人不收凡人 他的对象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不但六道众生没分 舍法界的佛菩萨没分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么阿罕向小乘经 他直收凡夫 不收圣人 直辟下根 上中根 不用他 上中根超过他 只有这个法门 上上根正好全体成当 他成佛了 他这一接触就全通了 所谓 遍法界虚空界 万事万物 性向离死因果 全通了 这是上上根人 所以他全体成当 他一点都不回忆 至于下下根呢 你真信 你真信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真想到极乐世界 第三个 我真念阿弥陀佛 什么叫真念 不架杂妄念叫真念 我念佛还想东想西 把你的真念破坏了 真念就是一心没有二心 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放下了 不再有一个妄想 不再有一个杂念 这叫真念 这种心念佛感应非常快速 因科法斯造地狱罪 他一心真念 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 主要知道 把阿弥陀佛念来说明什么 他的烦恼业障笑了 他如果烦恼业障没有笑 烦恼业障盖着他 阿弥陀佛来了 他见不到 他为什么能用功非常猛力 为什么 等于说看到地狱活坑在面前 这是我救命的 我不念就要躲地狱 逼着他不敢不念 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三天往生 揭露世界 念佛人最好的榜样 这是瞎瞎哽人 造无力使我地狱罪业的 也可一知得度 上则文殊破现 法身菩萨 一军发愿求生 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 下之无力使我 临终念佛 一笔随愿得生 随他求生之愿 他就得生 横出三界 他不是说出 从人间 就处理 那一边就到净土 没有经过 死亡天 逃离天 斗衰天 那个很麻烦 输出 上面有二十八层天 二十八层天 再往上去 有生文 圆觉 菩萨 重重关卡 不容易通过 那样才到十八屠 净土从人这个地方 一念之间 就到极乐世界 去做阿维越之菩萨 不但往生 往生超越十八层 这个世界超越十八层 才能做阿维越之菩萨 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个都是阿维越之 这是弥陀本愿的价值 借做阿维越之菩萨 所以 云烟灯 四屠 四屠里面 前三屠 一到极乐 就认得 这一二三三个而已 第四个 长期光图 长期光图 你知道 你也很清楚 你不能欺负 什么原因 你有无事无名 习气 没断 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帮助你断习气 这个习气很难断 在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时间 会体快很多 不在极乐世界 真的是三大三七节 在极乐世界 可能 三个三七节 变成一个三七节 或者变成一万节 一千节 一百节 甚至于 十节 一节 你就成功 这都在自己 极乐世界菩萨 既然 届时阿弥陀智菩萨 我们就知道 他上求佛法 下化众生 没有障碍 他有能力分身 分无量无边身 同时 就供佛 供佛是修慧 修福 文法是修慧 哪些人叫他呢 遍法界修空界 所有祝福 所有祝福如来 都是他的老师 他通通能亲近 旅行 总是 ALL 且 还 共娩 阿 憲佛 父 佛徽 双結 也只 因为 有这种 原因 原因 所以 他那个无事无名的习气 化解的很快 如果不是这个因缘呢 那个习气化解很慢 这就是为什么 上上跟人还要求王室 文殊普贤这些人求王室 为什么 就是要 无事无名习气 快速的消除 要不是这个道理 他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 那么极乐的殊胜 就超过一切 诸佛如来 这不是阿弥陀佛在家里闭门遭居成就的 不是的 是世间自在王佛 叫他去参修 去参访 设方 一切诸佛如来 去人之长 血人之短 总结 就是四十八元 他用了五戒的时间 得到这个结论 四十八元是他的结论 依照这个总结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切诸佛插土里面第一 为什么 一切佛土里面 长处他全有 缺点他全没有 所以到他那个里面修行 就得到无比殊胜 方便 成就圆满快速 这些死 非常可惜 没有人能把他讲清楚 讲明白了 真正讲清楚 讲明白了 能够引发 他许许多多众生 叙事的相根 把他引发起来 他修行很快 臣级很可观 顿于观音实质并肩 与文书普贤同行 可见此法门的究竟方便 普音群起 世尊一生所讲的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法门第一 为什么 什么样的众生都是后 从上上根到下下根 从等救菩萨到阿比迪 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福报 福报是什么 遇到阿 有福的人就遇到阿 有智慧的人 他就能听懂阿 福会居足的人 他就真干阿 听懂了 不能真干 福不足 遇到了听不懂 回忆不足 那福会都居足的人 他听到他真干 他决定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 这是年老 隐身 特别 特别 其合现代众生的根基 有其极致 与其合十极致 这个件事在讲 哪个时代都 都是后 一切众生是后 一切基于这个实际都去后 无论在什么时代 太平盛世 他就 天下大乱 他也就 再变异常 他也就 他们又不 不适合的 如来吹词 多留此今的 于住尽灭尽 至最后 百年 真表此今 能去于当前 就未来这些会 射合于我们先前 射合于将来 释迦牟尼佛 法院幕后的 九千年 那么当前 科学发达 人类 映居的知识 迷广 越来越堵落 社会进步 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每人所兼职责任 被责 负担越来越重 顾感应 光修多文 鞠躬尽垂 参加建设 造福人民 实现 人间净土 顽敏 顽敬太虚发达 提倡人间净土 曾祥饮 无量寿金 文具 该以此经 双照 是出世间 祥是 真俗而敌 这一段话 说明 金宗 射受根基之光 是一切金中 不但是释迦 一切金 摄奉三十 一切祝福所说 一切金之罪 没有能超过 这部金 这是真话了 一点都不假了 我们想相信 将来的科学家 一定喜欢这部金 从一生从事 科学的研究 到最后 能到喜乐世界 去做福 能够挣得 究竟圆满 其他的法门 难啊 难在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断烦恼 都要小业障 能扶烦恼 能控制业障 不让他发作 这是小骨 小成就 根没断 能够断 能够斩草 出根 这是大成就 那么这个法门 法门 念了 在此地说的这四句 不利佛法 而行是法 不费是法 而真佛法 这个四句 不可思议 你学其他的法门 有障碍 这个法门 事法跟佛法 都不障碍 下面说了 因持民之法 最为一方便 随地可修 活在登入山林 就是不需要找个山林 人际不到的地方 不需要 随时可念 不需要悲观演作 只要你能够 念念不利 弥陀 那是真必关 不是把自己 关在一个地方 是要把妄想 砸念 把它关到外头去 决定他不能干扰我 我念念就一句阿弥陀佛 白天也念 晚上也念 一切实 一切处 什么妨碍都没有 人多 我们念佛会朝着别人 我心里头默念 不干扰他 我不出身 心里头默念 一句一句 不正断 外面的这些扰乱 不敢扰 说观世音菩萨 梵文文字心 信尘 无上道 什么叫梵文 我只听我 我心里头念也有声音 我自己能听得到 我不听外面东西 我只听我自己念的佛号 这叫梵文文字心 外面什么声音 没听到 真没听到 为什么 你注意力不在那边 注意力在佛号上 外面声音 听而不吻 为什么呢 因而鼻舌声 没有跟义连起来 跟义连起来 就知道 不跟义连起来 跟义连起来的时候 只有这一句佛号 所以心里感觉到的 只是这一句佛号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真念佛人啊 念佛这个方法妙儿 能够把你的妄想 统统念掉了 把你的烦恼念掉了 把你的习气念掉了 把你的妄心念掉了 这叫功夫 把五语六成 拉拉扎扎都 全给念掉了 心里都 纯仪阿弥陀佛 他往生 他随时可以往生 想什么是往生 什么往生 往生的平位 决定是上平上身 而且是 是暴徒的 上平上身 这就是书 夜神阿弥陀佛 能消八十一切 生死重罪 我们想想这句话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问题是你不会念啊 念的时候 有怀疑 有妄想 有家常 这就不行了 这把功夫 全破坏了 念的时候 没有怀疑 没有妄想 没有家常 那这个念佛 深深 小八十一切 生死重罪 念上三年五载 烦恼没有了 业障没有了 稀奇没有了 身心健康 发喜充满 留在事情 给人做伴呀 是为度他的 不是为自己